小学生打烟牌该不该进 根据央广网的报道 最近一种名为烟卡烟牌的游戏 在多地的小学生之间流行起来 这个烟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简单的说就是孩子四处搜集 废弃的烟盒盖 叠成长方形的卡片放在地上轮流拍 谁能够将对方的烟卡拍翻面 就能赢得对方的烟卡 这么一解释不就是 7080后的家长们小时候玩的 拍扑克牌拍干脆面里的卡片 只是道具换成了烟盒 然而有家长担忧 孩子为了玩烟卡到处捡烟盒不干净 像他人索要接触陌生人存在安全隐患 玩得太投入手拍肿了没法写作业等等后果 也有学校直接发文禁止 对此刘洋的一位校长站出来 用一封深情的信回应了这一现象 他认为这正是童年最好的模样 我们不应该一刀切的禁止 而应该引导他们在玩乐中学习 在学习中成长 的确赌不如输 让孩子们知道烟牌玩过之后 应该如何清洗保证卫生 不要与陌生人接触索要烟牌 来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才是正确的选择 咱们就说 每一代人都有童年式的游戏 别让童趣被扼杀在摇篮中